公交车司机在行车过程中突发疾病 这对全车乘客来说就意味着危险 而在交错 13路公交司机任玉石在突发心脏病后 仍然忍痛将车停好 确保了一车乘客的安全 他的举动也感动了乘客 许多人出手相助 一幕暖人的场景出现 这是4月9号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 下午4点左右 任玉石驾驶着13路公交车 由南向北沿着客运总站行驶 4点23分 任玉石出现身体不适 他不断捂着胸口 不时趴到方向盘上 但公交车并没有失控 任玉石将车缓缓停到路边的站台 车停稳后 这时一时还清醒的任玉石 立即示意大家下车 此时暖人的一幕出现了 一些乘客下车之后并没有离去 有的帮忙打电话 有的在询问任玉石的情况 4点31分 这位穿着黄色上衣的中年女子 给任玉石服用了药丸 4点35分 听到调度的呼叫 离任玉石最近的同事赶来了 一起加入救助的队伍 4点41分 120急救车赶到现场 任玉石被送到解放军 第91中心医院ICU病房 医生确诊 任玉石是心脏病突然发作 当时能够忍痛将车停到路边 十分不容易 而乘客当时采取的急救措施 给抢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疼一次让你终身难忘了这种疼痛 所以说咱们这个患者能在开车的时候 还能强忍着疼痛把这个车停到路边 避免了一些潜在的这种交通事故 应该说他自己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 目前任玉石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必须在重症监护室观察 感谢就是社会上的好多好心人 包括车上乘客 还有我弟弟的同事叫李锐 在我弟弟生命期间 能及时的给予我弟弟帮助 真的谢谢这些好心人 河南台交作台报道 危机时刻任玉石 仍不忘将全车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 置于守卫 我们为他点个赞 祝福他能够早日的康复 那些对任玉石伸出援手的乘客 也是好样